记者白嘉阳,南投报导南投市三玄宫7日举办玄天上帝圣诞庆典,高雄市长韩国瑜带着家人,与南投县长林明珍 立委许淑华参加圣诞转运补库次财大法会祈求国泰民安,松条与顺,希望台湾的渔民,农民能够过好日子 现场民众热情无比,双手把算高举,只喊总统好,动算啦 韩国瑜带着妻子李嘉芬,女儿韩冰参加三玄宫法会 图,记者白嘉阳社,夏童三玄宫市南投市当地信仰中心,系似玄天上帝,许淑华在高雄市长选前有 帮韩国瑜许愿,因此,今天除了是补财库仪式外,韩国瑜也特地带着妻子李嘉芬,女儿韩冰前来还愿 韩国瑜聆听法会,神情肃穆 仪式进行前,韩国瑜因塞车迟到了20分钟,现场支持者将近万人,无不耐心等待,便有热心民众带着算来 在韩国瑜到达三玄宫时,相算双手高举,只喊动算 现场支持者把算高举,只喊总统好,动算啦 等到良辰吉时,妙柱司仪带领着韩国瑜一家人,林明珍与许淑华进行法会 韩国瑜与林明珍一起向民众撒元宝,巧克力及一元硬币,求得好兆头 韩国瑜致辞实处感谢妙方照顾弱势团体,也跟民众呼吁,国泰民安要靠自己努力,风调雨顺要靠老天爷保佑 面对支持者高喊的总统呼声,韩国瑜则说,喊三声爽一下就好了,韩国瑜最后提到,林 明秦现场帮南投谈妥了茶叶,凤梨的订单,他为高雄抢到了水果,鲜花的订单,只为了希望台湾的农民渔民能够过上好日子 未来南投与高雄一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,希望台湾安全,人民有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